中国今年初宣布解封之后 国际贸易行业终于迎来复苏的新希望 位于成都清白江区 企业出口量虽然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作为中国的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即便是过了春节旺季 集装箱站还是堆放了上百个 等待发运的冷藏集装箱 足以证明进出口贸易逐渐回暖 这几年整个冷链运速都基本上是中断的 现在刚刚才开始恢复 我们也想尽快地把它用起来 合意于清白江区中欧班列 国际铁路港的这个区位优势 我们可以利用中欧班列 把我们的产品出口到欧洲 开拓欧洲市场 也是中欧班列始发站的 清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 拥有便捷的国际通道 为冷链进出口提供了巨大优势 业主们通过冷链运输 顺利和世界一百多个城市 进行贸易往来 虽然出口只占产量的30%左右 但是贡献了将近60%的利润 让计划扩大出口的当地企业 更有了底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